第二天 我下了课就开始寻找那间自习室 找了半天怎么也找不到 不知不觉天黑了下来 我一个人在黑漆漆的校园里转悠 绕了不少路终于找到了 去那间教室的走廊 教室里还是那么几个人 女教授还在讲她的心理健康课 我不管那么多 静止跑进去 把那两枚铜钱放进他们原先的捉动 然后逃也式地跑回了宿舍 一进宿舍门 我就躺在自己的床上大口喘气 小鱼问我 怎么样嘞 没事了 然后我们两个相识笑了起来 现在我和小鱼的生活已经恢复了正常 再也没有红灯照绿灯笼和可怕的老太婆了 不过我们两个并不轻松 我们总担心万一那两枚铜钱被别人拿去了 下次掉脑袋的很可能就是我们啊 于是我们决定让那两枚铜钱彻底消失 吃过早饭我们就朝那间自习室的方向走去 可找了半天又是没有找到 就在我们莫名其妙的时候 我忽然看到了前面的一棵歪脖子树 我大叫一声 怎么可能 小鱼问我 怎么嘞 这棵树我认识 它就在那间教室门口 可是现在你看 它后面竟是一片狐 小鱼听我这么一说 顿时傻了眼 为了找出真相 确切地说是为了我们的小命 我们并没有放弃追查真相 我们在附近问了许多人 终于有一个人道出了其中的内情 二十年前 在歪脖子树后面的确曾有一间自习室 却被一场意外给炸平了 当时正在屋内上心理辅导课的一位女教授 和十几名学生当场被炸死 我和小鱼重新回到了歪脖子树那里 大太阳的天 这里却显得很冷 突然小鱼像是看到了什么 向树后走去 当他再回来的时候 手里拿了两枚铜钱 这一定是那个女教授留下的 她的鬼魂一定就附在里面 她一定是觉得有些同学有心理问题 所以有责任继续教育他们 你怎么知道的 也许她就是在报复啊 不会的 你看 她只是给学生一些小的惩戒 从来没有伤害过他们的性命 如果是报复 那就不止受伤这么小的事情了 小鱼点点头表示赞同我的观点 我小心翼翼的拿起一枚铜钱说 我们得把他们藏在没人知道的地方 并且要分开藏 小鱼当然同意 于是我们一人拿一枚铜钱分头藏了起来 晚上我们放心大胆的睡去 我做了一个怪梦 梦见自己在一个黑漆漆乱糟糟长满杂草的地 耳边还一直有声音在换着我的名字 我听见一个苍茫的声音在说 心理疾病也不能马马虎虎的被放任不管 除病就得要除肝 千万不能漏了水 要一个一个仔细的检查 一定要把他们全都治好 然后我手里就莫名其妙的多了一把刀 和一个绿皮灯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镑 están看了